台大是國內學術龍頭 也是不少政治人物的搖來 尤其台大國發所 更是不少民代回歸校園的首選 林志堅 台大國發所畢業 桃園市長鄭文燦 屏東縣長潘夢安 也親一色國發所 還都是陳明通指導 論文門這把火也燒向綠營 明明指導教授都已經說得這麼清楚了 大家還去質疑到指導教授 質疑到學校 我覺得這個是對於 對於整個為了選舉 那要去毀壞所有的價值 這是沒有必要的 儘管鄭文燦嚴正反駁 但國民黨議員持續追打 台北市議員徐曉星 居民向台大檢舉 指台大有責任好好調查 釐清事實 告訴我們像這樣 把整個研究方法 幾乎都抄起來的做法 是否屬於碩士論文 撰寫合理做法 台大則回應 已收到學術倫理案件的 居民檢舉相關事證 審查後會確認是否受理 事實上不只綠營有論文門 先前國民黨高雄市議員 李梅珍補選高雄市長期間 也被爆料中山大學 壽事論文涉嫌抄襲 事後李梅珍放棄學位 並未爭議道歉 當時連苗栗現場徐耀昌的論文 也被踢爆抄襲 為什麼政治人物非得再進修不可 那好像傳統的社會科舉制度 事而優則學 學而優則事 就有點像是好像壯年一樣 那我覺得現在擔心的就是說 這種其實是這種學位的交換 學生他拿計畫給老師 那老師就是護航你 那你知道護航有很多方式 因為有些人其實他可能真的是 他食物很熟 他可以寫出 但有一些真本他是你知道 他沒有時間甚至就是草包嘛 學者話說的坦白 就怕是護航換來學位 但現在連論文公不公開 也被做文章 國民黨就質疑 不少政治人物 在國圖都沒公開電子全文 同是台大國發所畢業 新北市議員張志豪大聲喊冤 以他自己來說 雖然沒有在國圖公開電子全文 但有紙本可查詢 同時在華裔資料庫 有電子全文下載 差別只在要付費 論文公不公開 那個是那個 我覺得跟論文 是不是抄襲 那個沒有任何正相關 就是完全是尊重 寫作者自己的選擇 讀了很多理論的時候 那你在實務上面 譬如說 你在判讀公共政策也好 或是你在譬如說 我們現在在議會問政 那其實都用得上 理工的技術上的那種的東西 你知道藥等等那個東西 那頂多也是三五年 因為你學術研究就是拿出來 讓人家來看你做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造假 是不是資料是真的 你的講的有沒有道理 論文公不公開見仁見智 但政治人物的論文 若涉及抄襲 事關誠信 不免被放大檢視 近新聞 盧孝伯 參與報導 關誠信